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 我們又開始今晚的《色經》的討論會 而我們現在的主題是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的 而講到第五個要點就是幫助人們 明白神對我們的大愛和大恩 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呢? 因為神的而且是一個這麼憐憫的神 充滿愛的神 是凡事祝福我們的神 神是一個很好的神 是令到我們整個人可以享受生命 從神得力 但是因為人是基本上活在律法之下的 我什麼意思呢? 那個律法不是講到聖經舊日時代的律法 而是從小到大 很多人都是家人跟他說 你乖聽說有人疼你 你不乖就沒有人疼你 那也是很多批判性的說話 你又頑皮了你又不聽話 你別人那些小朋友多乖啊 你又做不到啊 你讀書又不聰明啊 那這些說話呢? 那這些說話呢是會令到很多子女覺得我要做得夠好才會被接納 那不是愛推動他 那是他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做到才會被接納的 那他做不到的時候呢他就覺得我自己呢永遠都不合格 永遠都是得不到父母的歡心 那這個是一個極端啊 那譬如有些家庭都有愛的 也有很多愛心的 不過很多愛心的時候呢都是有個期望的 就說希望你 每個人都做得好啦 每個人都做得好啦 那而那個期望當他做不到的時候呢 是的確是有一種壓力和失敗感的 那這個是就算一個有愛的家庭呢 那裏面都很多時候有失望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人是會在一個 就是好像活在我要做得夠好的狀況 那雖然我們應該做好 但是當我們覺得我們需要做得夠好 才會我們才有價值 人才會喜歡我們呢 那時候呢就會心中呢就有很大的壓力 還有覺得做了做去呢 那些人都不改變的 很辛苦啊 那就是會做得累啊 那信耶穌呢應該是很大的改變的 信耶穌應該說 哇我現在信耶穌啦 耶穌無條件射滅我的罪 當我悔改信靠耶穌 耶穌就白白射滅我的罪 將九恩賜給我 那本來應該是很開心的 但是跟著呢 開始呢就有很多的責任了 這些責任是對的 不過問題就是 是用恩典推動和律法推動 那因為有很多人基本上呢 在教會裡面 他們本身都可能是被律法推動 那所以他很多時候呢 幫助人的靈命的時候呢 都是強調 那你要記得 會改離開罪啊 你要遵從神啊 你要愛神啊 你要記得靈修啊 看聖經啊 祈禱啊 多些祈禱啊 那這些都是 吩咐 吩咐呢其實都 是對的 是應該的 那個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恩典的推動 那而更加差的呢就是 批判了 你又沒有祈禱 你又犯罪了 你又呢 做得不夠好 所以呢 神就不喜歡你 還有呢 其他人也都不喜歡你 那這個呢 就會造成一種壓力啊 就是他覺得 我一定要做得夠好 那變成他忘記了神的愛啊 他忘記了神的愛 他就不會在神的愛那裡得力 他經常都是記事 我信耶穌呢 就白白得救 不過之後呢 我就 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那而我 聖經所說的就是 神是很欣賞我們任何 愛祂的地方 遵從祂的地方 神是很欣賞的 神是會加力給我們的 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身未曾想到的 神有很多禮物 想賜給我們的 當我們聽祂說的時候 神一定祝福的 那這個就是恩典推動 知道神是先愛我們 然後給我們動力去遵從神的 那所以 我們幫人靈命很重要 幫自己靈命很重要 就是我們真是活在神的愛中 是神的愛激禮的 好 那我們這次看第二段的經文 詩篇139篇16節 我未成形的體質 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策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時候 認和你同在 那這裏呢 就講到呢 就是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這個恩典 就是神有一個很奇妙計劃 還有呢 祂是認識我們每一個人的 這裏講到我未成形的體質 你們眼早已看見 那是講到在祂媽媽的腹中的時候 在祂媽媽的肚的時候呢 祂未成形的體質呢 神已經看到我們了 就是神已經認識我們了 其實在未成有這個世界之前呢 神已經認識我們 神已經愛我們的 他們的眼睛已經看到我們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策上了 這個定這個字呢 在原文的意思呢 是塑造的意思 塑造好像那些搖像呢 塑造那些慈器呢 那祂呢 祂呢 就會用手去塑造 那就是呢 即是呢 英文可以翻譯做mold mold 就是呢 塑造它 就是神的日子呢 我們的日子呢 是神塑造我們 讓我們能夠 活出一個奇妙的計劃 我尚未到一日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呢 你已經寫在你的策上了 神已經寫在這裡 那這個策上 這個策 在哪裡呢 在這個策 寫在一個策上 這個策在哪裡呢 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 已經寫在這個策上 這個策在哪裡呢 在圖書館 在哪裡呢 神寫在這個策 寫在哪裡呢 神寫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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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天上在神那裡,即是神已經將我們每一個得救的人 聖經講到是揀選的,我們是被揀選的 有些人說,我沒有被揀選,我就不可以得救了 其實只要任何人他相信耶穌,他就已經是被揀選的 即是我想跟從耶穌,我想跟從信靠跟從耶穌 這個人,他已經是被揀選,即是不會有個人說 我想信耶穌,不過神沒有揀選我,所以我不會得救 是不會這樣的 你想想,在天上這個賊,我們這個生命賊 是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感覺呢? 即是我們已經寫在賊上,即是天上 在天上已經寫在那裡,我尚未到了一天 神所定的日子,祂所塑造的日子已經寫在那裡 那這句說話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感覺呢? 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已經寫在天上了,天上的生命賊上 神已經寫在那裡 我已經知道我們將會發生什麼事了 是的,OK 好,還有沒有人想說呢? 那是不是真的注定這個意思呢? 好了,那注定 聖經裡面呢 是不是講到 首先,我想大家想想想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大家熟不熟悉這個經文呢? 我以陳的慈悲勸你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結的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乎乃是理所當然的 你們如此事乎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三義更新而變化 讓你測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傳可喜悅的旨意 這個經文是否告訴我們 我們自動進入了神的計劃呢?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如何能夠測驗神的計劃呢? 他講到是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測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傳可喜悅的旨意 即是說我們是否自動進入神的計劃 我想問問大家 不是 是根據這個經文 我們是怎樣做法 我們可以進入神的計劃呢? 即是我們的思想要有更新 要有變化 OK 這是第三樣東西 心意更新而變化 第一樣是什麼? 將身體獻上 是的 沒錯 將身體獻上 是什麼意思? 完全的 將自己交給神 是的 即是將生命獻上 好像怎樣呢? 這個字眼就好像他們獻的祭物 這樣 就將我們的身體獻上給神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整個生命 好像那些祭物 這樣 就就是說 與耶穌一起 是同釘十字架 跟祂一起死 就是 放在祭壇上 是完全放下自己的 還有呢 第二樣就是 心意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然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 測驗神的善良順全 可起的旨意 所以這裡講到呢 就是 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不是必然的 是當我們聽神的話 遵從神 將身體獻上 不要跟從這個世界 走在神的路上 心意被祂更新 就是我們開始 測驗神的善良順全可起的旨意 那 那 OK 那 我先問 展妹問我 是不是注定呢 大家可不可以 去 將這兩個經文 放在一起 就是說 是 我們怎樣 進入這個計劃 是不是注定 到底是怎樣 的呢 大家可不可以 想一下 到底是 是不是注定 有沒有人想回應 要隨著自己的心意去決定 所以 不是注定的 OK 那 你要說 隨著自己的心意決定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了解了神 是 這麼純全 這麼 美善 之後 就決定信神了 嗯哼 那 我想問這個 是不是只是信呢 首先我想說的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那裡 是不是說到只是信呢 大家可以回應的 要有行動的 嗯哼 是的 那 就是說 將身的獻上 毀身 跟從神 然後呢 不要跟這個世界的方式 就是 比如貪錢啊 虛榮啊 或者是 要人讚啊 這些的東西 追求世界上的東西 就是啦 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而心意更新而變化 那這個當然是說到 更新 跟從神的模式啦 那時候呢 就叫我們能夠 察驗 分辨到神的善良 上全可以的旨意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寫在這個生命策上呢 它是會寫 這個人呢 又犯罪啦 又 做一些不好的東西啦 他呢 真的呢 失敗啦 因為神會寫一個很好的計劃 是一個完美的計劃 而這個計劃 是不是 我們 自動進入的呢 這個就是 我想問一下大家思想一下 到底生命策上寫我們 譬如說 神是不是計劃定 那這天呢 他就會犯奸淫的了 這天呢 他就會罵人啊 這天他就會得罪人啊 這天他就會得罪人啊 是 是 是一個 就是 到底是 怎樣的 計劃 是一個 是不是自動我們進入的計劃 一個怎樣的計劃 有沒有人想回應啊 耶牧師 我有一點點 承絕了 因為我想到呢 以福所書呢 一章四節五節 就是 他說是 創立世界以前啊 就是 基督你 簡選了我們 使我們 就是他面前 成為聖結 就是 簡選我意思是 阿神 是不是 以前都 簡選了我的王 是啊 是啊 剛才你說 身體當中 何在聖結 神啊 這個是要 要這樣才 好像 入了神的計劃 但是這個簡選呢 就是我有一點點 記住了啊 所以我想問你 是 有沒有人想嘗試答先啊 有沒有人想嘗試答 因為我想你們思考一下 就是簡選和這個完美計劃 我們怎樣去 將它 聯合一齊呢 嚴牧師我嘗試答 好嗎 好 我相信呢 你剛才說呢 就是你剛才問 第一條問題就是 神到底在這個賊上 是記住什麼 是記住我們犯罪啊 那些壞事啊 還是 他有一個 為我們 做的完美計劃 我相信是 後者的 在這個賊上 是有他的計劃 跟著你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否自動行上呢 那就 不是的 因為神 我的答案就是 我的思考就是 不是的 因為上帝都給了我們這個自由意志 去選擇 是不是會行他的計劃 還是我們選擇去行自己的計劃 在世界的計劃 是的 那我相信神給了這件事 我們去決定的 而當我們願意 就是現在輪到我們做出這個選擇了 我們每個人可以選擇 如果我願意去行上帝那個計劃 那我有一些本分我要做的 就是包括我不要跟從這個世界 我要將自己獻上給神當做活債 還有我要時時追求聖靈去更生我的心意 跟著去看 到底上帝在我生命裏面的心意 是多麼完美的 是的 完美順全的 可喜悅的 那所以是 有人要去配合 才能夠去行上上帝的計劃 還有要人作出這個自由意志下 要作出這個選擇 那我的思考是這樣的 你看看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你說到 即是你其實基本上 你是回應了我們將 詩篇839篇16節開始 那裡講到神的計劃 和羅馬書12章1到2節的計劃 講出來的 那 那你想不想都回應 先回應 姐妹問那裡關於簡選 簡選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那我 聖經是有講到神簡選我們得救 那是 被簡選的人才會得救 這個東西是一個 在神學上一個很大的 奧秘 就是為什麼神學有分開這麼多路向呢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得救 有些人不得救 那有分開三個大方向的 那我講一講 聖經的確是有講到簡選的 就是神在永世之前已經簡選我們 但是聖經也講到 我們要犯信耶穌的人就得救的 就是他不是說 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簡選 如果你沒有簡選 你信也沒有用的 聖經也沒有這麼說的 你總之你悔改 我們悔改信耶穌呢 我們就是得救的了 我們不用你簡選的 簡選基本上是一個對基督徒的鼓勵 就是當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神一早就認識我們 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就是這個目的是這樣的 就不是告訴別人 你可能不被簡選 那你都不用信耶穌的了 你都免得信耶穌了 可能你不被簡選 不是這樣的作用 那作用就是 當我們信耶穌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神一早已經簡選我 是尋找我 那其實任何人 因為其實聖靈在人的心中 還有神做我們的 有律法在心中 我們會分辨 或以為善 或以為非 就是這個世界上做的是對還是錯 還有人的心中 是會有永恆 就是人會去思想 思想關於永恆 關於神 這個世界是不是有神呢 其實很多人 他們的心裡面 都會有想過這些問題的 其實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想過 不過很多人 他就下了一個結論之後 他就不再改變了 他就沒有再去尋找了 去尋找神 那而有些人呢 他真的 他尋找神 神也是感動人 向他傳呼音 然後呢 神就拯救他 那由這個人發現 他就是 就是原來神一早選他的 那有一個牧師呢 他用一個方法解釋 是非常好 他說呢 當我們看到這個 救恩的門 那門上寫什麼呢 悔改信耶穌就得救了 那我們就悔改信耶穌進去了 然後呢 然後呢 進了門 轉回頭 就看到那個門的另一邊寫著什麼呢 神一早已經揀選了你了 這個呢 就是給基督徒一個鼓勵 就是原來 神已經揀選我 也都呢 配合了詩篇139篇 神已經在你生命中寫了一個很奇妙的計畫 神是想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夠發揮 而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潛質去發揮 因為神已經為我們每一個人寫了在生命冊上 而在羅馬書12章 一到二字呢 就講了一個方法 就是 當然不是全部 就是 不是細節 不是很細緻的方法 講出來 全本聖經講到 比如愛神 遵從神 親近神 侍奉神 這些就是那些方法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進入這個完美的計畫 所以 神已經定了一個計畫 而當我們信靠祂親近祂 就會進入這個計畫 我們要留意 我們表達這個時候 我們用恩典推動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不是說 神有計畫的 看你自己 你聽話就能夠進入 你不聽話就不能進入 那你的生命就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呢 就好像就是 是律法的提醒 但是我們 用這個經文 詩篇139篇16到18節那裡 是 很漂亮的 是講到神的恩典 神一早已經認識你了 那這裡呢 這個是很明顯的恩典來的 祂已經看到你了 祂已經認識你了 那 神所定的日子 神所塑造的日子 我還未到一天 祂已經寫在賊上 就是祂呢 祂寫在賊上 祂不會寫到 骯髒骯髒 寫你的生命 很多問題 不是的 祂是會寫很多好事 在我們生命中發生 這個是祂的心意 就是祂的心意 是很多好事 在我們生命中發揮 已經寫在天上 祂寫在天上 祂寫在天上也給我們資源 因為羅馬書八章有說到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飽 萬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此給我們嗎 就是神是給我們所有需要的東西 只要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就是神其實很多恩典預備定的 這個經文都有說的 第十七節是很漂亮的 你的意念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更多 我又數點比海沙更多 這個經文是說了很多神 在我們生命中計劃的美善 神啊你的意念是多麼寶貴 在和合本聖經呢 傳統呢 它是將十六和十七節分開了 兩段的 其實這個分段呢 是人為的 並不是原文那裡有分開的 那麼 其實我覺得是 簡直是相連的 就是神已經寫到冊相 神啊你寫的就真是漂亮了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就是你寫了幾多好東西在裡面 其數何等更多 如果數上來比海沙更多 那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我們一日之中 神有多少次提醒我們 神有使用多少人去祝福我們 或者透過神的話語 當我們看聖經祈禱的時候 神怎樣去祝福我們 提醒我們 神有預備人怎樣去救我們 怎樣提升我們的靈命 神呢 是有很多很多好的意念 一直向我們發出的 那祂呢就 不斷向我們發出這些意念 很想我們進入這個計劃裡面 就會進入祂那些很奇妙的意念 所以這裏何等寶貴 你的意念真是很寶貴的 是很多的 比海沙更多 海邊的沙真是很多數 就是神一日都在那裏 給我們一些好的意念 時時呢 就是祂在那裏定了 怎樣去祝福我們 怎樣去幫助我們 這個呢 就是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是這個計劃 就不要說你要聽話了 那你才能進入 而是說呢 神是直接是 預備了一切 讓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祂是想了很多好的東西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祂已經想了很多好的計劃 想這些計劃在我們生命中成就 不過人很多時候就沒有聽話 所以呢 就進不了 但是當我們聽話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計劃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當我們用恩典推動 哇原來神已經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我聽話呢 我就進入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裡面呢 就有很多神的意念 一直不斷祝福我們 譬如我自己想回我一生 我所預見的事發生的事 我覺得全部都有神背後的祝福的 雖然有困難 那神會寫什麼呢 神會就說 雖然祂有困難 我會這樣幫祂 雖然祂有犯罪 但是我會這樣幫祂灰蓋 怎樣幫祂提升 這個就是神的意念 那我用一個人的比喻 人的比喻 我息怒歸主的第一個太太呢 她的媽媽對我很好 好 真的很特別 很好的 她有時候見到我呢 她 因為她的兒女在那裡 兒女給錢給她 然後她就會走過來我那裡 她不是每次 不過有時候是這樣的 她就會塞錢給我 你快點回來 快點回來 即是不要讓她們看到 她不想她的兒女看到 她呢 就把錢給我 即是她們給她的錢 她不是全給的 也不是很大的數目 是一些小數目 不過我真的覺得她很有心 即是 她真的很有心 很多東西對我是很好的 我真的很欣賞 那我就形容 她向我有很多好的意念 不過如果跟神比 依然不是很多的意念 神真的有很多好的意念 不斷地向我們發出 那當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我用另一個比喻 即是好像 有一對父母 她生了一個兒子 那她就一早就想定了 我怎樣為她預備 有時候 有些父母是過分 控制性的 即是好像說 我想她做醫生 我什麼都幫她做醫生 她做不到醫生 我就不喜歡了 這個就是控制性的 但是呢 有很多父母 應該不是很多 有些父母真的不是控制性 她真的想祝福 她會想到 這個兒子需要什麼 我就為她預備什麼 那她都有很多好的意念 不過跟神比 都是沒得比的 因為神是預備更多的意念 所以我們看這個經文 就是看到神的心 是幾好 那我們看這個經文下面 就是這些意念比凱莎更多 就是日日其實她都不斷 發出一些祝福的意念 其實我們想回 一日可能有很多次 神怎麼想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 然後呢 我睡醒的時候 仍望你同在 那這個睡醒 都是講普通睡覺 還是講到我們 死了之後復活呢 就是死了之後醒了 那我覺得兩樣都可以的 兩樣都可以 就是我每天睡醒醒 神都和我一起 又可以說 將來我們死了之後 我醒了 神都和我一起 就是我還沒出生 神和我一起 神已經有計劃 而這個計劃是充滿了很多好的意念 是想祝福我們 多到不得了的 當我每天睡醒 她都和我一起 我將來死了之後 復活 也都和我一起 那所以這個呢 這個經文是有很多恩典 我們去留意讀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恩典 那譬如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都可以讀到是律法的 你要記得將身的獻上 不要效法世界 你心意更生而變化 那你才能入到成的 那這個就是一 好像吩咐式那樣 但是呢 我們都可以恩典 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一個 一個善良順存可喜悦的旨意 是一個很善良的旨意 它為你預備的那些東西 不是令到你受傷害的 它是為你預備一個良善的計劃 這個良善計劃 是祝福你整個生命的 那呢 旨存的 是完美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 是一個完美的生命 是很大的發揮的 可喜悦 就是神喜悦 和你都會喜悦的旨意 你將來會進入這個計劃的 神有這麼好的計劃 而我們不需要用很多錢去買回來的 我們就跟從耶穌將生命獻上 不要跟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是充滿罪的 是心意被神更生 更生就會入到這個計劃 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整個過程都是充滿神的平安喜樂 和神的喜悦的 這樣就是用恩典推動 大家聽不聽到這個分別 就是說恩典推動 到底聖經是不是用恩典推動為主 還是律法推動為主 你要做你要做 你要做 你不做就沒有了 你要做才有的 到底聖經是用一個什麼的 tone 什麼的語調 和我們講話 大家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你覺得神是 我覺得神呢 就是 剛才所說的 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聽到就覺得很棒 很想進入這個境界 我剛才原本問 順全是什麼 牧師已經立即答了 是完美 我當時的心就在想 咦 如果進入神的計劃 其實他是 善良 我就知道 而他的計劃是完美的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跟我的計劃 是很不完美的 我覺得 是差很遠的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如果自己跟自己的計劃 不是很蠢嗎 就是這樣 嗯 如果我們跟到神的計劃 最好的意 神會給我們的資源 可以進入的 只要我們經常都親近神 從神得力 深信神的大恩大愛 還有呢 刻意處理生命 一有什麼問題 立刻處理 處理得來 就不是壓力 處理得來 是輕輕鬆鬆 開心心 我一處理神就喜歡 我一親近他 他就喜歡 這樣 那這個心態 就是處理生命 都可以是輕鬆的 我一悔改 整個天堂為我歡喜 我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 那 那 謝先生姐妹你所說是非常好 這個回應非常好 那 但我有一個小小的提醒 謝先生 你說笑的時候 你無意中 用了一個方法 是廣東話很多時候用的 你用了一個鬼字 這麼鬼 衰 我都鼓勵基督徒 不要用這個字 就是 在我們的詞會裡面 我們就說很好啊 神 或者我們真的很多問題 很多 我們有的罪 很多問題 就不用 就是這個是廣東話 有時候很多人就會用一個鬼字 OK 還有沒有人想回應 就是說關於 是 是 喂 是不是有人想說話 沒有 我說我知道 知道你 OK OK 多謝你 多謝你的謙卑 OK OK 還有沒有人想回應 關於神這個 這麼美好的計劃 神在這裡 很多好的意念 不斷要談到 在我們生命之中 大家有沒有聽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又說另一點 是我從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所達到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是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是可以支持這件事的 他又說到 當我們將身的獻上當中 無效化這個世界 就會 測驗神的善良順全可氣的旨意 就是說 當人去 跟從神 行神的路的時候 他能夠測驗到神的善良順全可氣的旨意 即是說 如果人沒有將身的獻上 他的生命是跟從世界 他沒有愛神 心意沒有被神改變的時候 他是進不了神的完美計劃 那我就有一個這樣的 神給我一個這樣的意念 我覺得是神教我的 即是那個完美計劃呢 我就稱它做A計劃 然後呢 當他沒有那麼聽神話 他就 開始進入B計劃 譬如說 他跟人的關係不太好 或者他的情緒不太好 他的罪 然後呢 他繼續沒有處理 就會進入C計劃 那麼他越犯罪 譬如說 他跟家人的關係 或者他婚姻 很多破口 那麼他又進入B計劃 即是一路降級 這個東西我們真的看到的 怎麼看到呢 我們看到有些基督徒 信主的時候很好 但是後來呢 越來越有問題 很多情緒 很憂鬱 那麼甚至有些呢 搞到呢 家人又不要他 他做工又做得不好 經常都被人解僱 一天都在情緒之下 跟神的關係 就是很僅僅得救的 甚至有時候 都不太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 還在跟從神的 那麼這種情況 很明顯 他是沒有進入神 最原理的話 那麼他落到多少級呢 我不知道 不過我只是說 當人不聽話 他是可以一路降級 當人聽話的時候 他是可以 他聽話 譬如他 他上半生 真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後來他覺悟了 靈命很大的更新 跟著 開始呢 就很聽神的話呢 他都可以 進入神更完美的計劃 不過有時候 未必去回A計劃 因為為什麼呢 他已經失去了那個機會 還有呢 他有些關係已經破壞了 有些人對他沒有信任了 那麼他呢 就可能呢 就是 去到某一個程度 但是不能夠再去得那麼多了 但是如果一個人呢 由信主開始 就真是聽神的話 真是處理生命 親近神 從神得力 真是很尋求神的心意 他就可以進入神 就是更接近這個A計劃 那麼也都因為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很刻意地去尋求神的心意 如何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是也都不難的 因為神會一直祝福 因為聖經說錯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神是已經講完了 神已經有很多好的意念給我 所以我一點都不用擔心 也都不用壓力 因為每一步 我遵從神每一步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神都喜歡 我能夠建立人的生命 神又很喜歡 那麼 這種心態 我們生活就會很喜樂 很平安 OK 好 大家有沒有回應 關於A計劃 B計劃 C計劃 以及如何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以及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奇妙計劃 那種恩典 大家有沒有想回應 我想問 其實那些A計劃 B計劃 那些 我是不是 就是 就是落在A、B、C裡面 我是自己 不掌握到的時候 就是會是怎樣呢 就是不知道自己A、B還是C 我們不需要判斷我們現在A、B、C 因為我是一個構思來的 你只是想像 其實我們周圍的基督徒 我們都可以看到的 有些基督徒 時時都在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態 時時都祝福人 跟什麼人相處都祝福人 但是有些人呢 是時時跟人相處都會有摩擦 不愉快 跟人很難合作 生命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這個呢 就很明顯它是降到一個低的計劃 就是我們就不需要決定 喂 到底它去到FGH 哪一個呢 這個我只是一個構思 沒有聖經說是有個A、B、C的 而是我根據聖經所講 當我們將生在獻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而更新而變化 才能夠進入這個完美的計劃 所以那些人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很明顯他們進不了這個完美的計劃 就是這個是一個構思 不是一個標準什麼時候是A、B、C 我們自己可以反省自己的生命 到底我 有可能那個最完美的計劃呢 我是有平安喜樂 但不等於我沒有逆境 是啊 逆境不代表沒有的 譬如好像藥室 藥室一樣有逆境 但是神使用這個逆境 使用它祝福它 所以它在那個逆境當中 它都能夠得到平安喜樂 依靠 所以這個是你所講的完美計劃 是啊 這個完美計劃不代表 全部都是順利的 其實沒有一個人生命是全部順利 因為我們一定有 人的攻擊 人的傷害 我們個個人都有的 但是當我 譬如 我們譬如基督徒 身處在逆境當中 那我們其實 身邊有些人未信 他看到我們經歷著 那個逆境的時候 他們會心痛 雖然可能我們有平安喜樂 但是他會心痛我們 我們不需要介意他心痛不心痛 就是他心痛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說 他為什麼信耶穌這麼多苦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譬如 譬如 我有個姊妹 我上次說她有癌症 你知道癌症有很多情緒 那些東西的嘛 她是倚靠神 她會唱詩什麼那些的 就是平復自己 但是她不久都會出一些 就是負面的東西 我死了什麼那些 那她身邊的媽媽照顧她 就很心痛了 那雖然她可能都是 有平安喜樂的那個 A計劃來的 但是身邊的人未信 又要照顧她 又要見到她吃不到東西 睡不到又全身痛那些 那個媽媽其實就很痛苦了 其實 那有時候都會這樣的 你說這種情況就是說 有時候季徒的疾病 帶來她自己辛苦 也都別人為她辛苦 那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那不代表什麼的 不代表說 這個就是人的那種感覺 就是人的感情 所以帶來這件事 那這個跟她的生命是無關的 就是必然有的 我們如果有朋友在周圍 那些朋友是會有時候 因為我們受的苦而傷痛 但是這件事不只是為我們 為所有人都會的 就是人與人之間 都會有這些交往的 那就是好像這樣說 神那個完美計劃 不等於是沒有眼淚的 可能都有眼淚的 是啊 是啊 神如美計劃沒有說都沒有眼淚的 是啊 是啊 但是可能我們 結出來的果子就是神喜悅的果子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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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會這樣加上一件事 神如美計劃 其實包括 我們怎樣 好好管理我們的生命 包括健康的 有時候有些人 他真的是天生 不關他事的 是有健康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就不是天生的 是他自己沒有很照顧身體 比如他整天晚上睡 整天看手機 就看影片 忘記了神 他又吃東西又很隨便 整天都是追求享受 又喝酒 就是總之做很多對身體不好的事情 他的做法也是破壞神的完美計劃的 我認識一個牧師 他都做得挺好的 在傳統教會做得挺好的 不過他四十幾歲就中風了 那他中風有沒有他自己過錯 還是純粹是因為遺傳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判斷 不過我只是說 人可以沒有照顧好身體 就令到他入不了神的計劃 所以入神計劃 包括照顧好我們的身體 是整體的 就是跟人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來講 我是很小心 跟人的關係 我時時都會建立 欣賞人 鼓勵人 當我要有些提議 他要怎樣改善 我是會很小心 我不會隨便這樣說他的 我是會找個方法 怎樣的方法 講的時候是柔和的 這樣 這樣 因為我經常覺得 人與人之間 是有一個感情連繫的 雖然我們看到 有一些肢體 真是很根腸臣 但是都遇到逆境 我們身邊的人 除了祈禱 能不能陪陪 好像做不到什麼的時候 我們會落在一個心痛的境界裡面 這個可能你身邊的人 因為這個 你說癌症的人 所以你就覺得 為他心痛 是不是 是啊 OK 這件事是必然有發生的 因為人都是有疾病 所以我們會有心痛 那我就會這樣說 神的完美計劃 其實 一方面 我們 一個人有病 他怎樣入神的計劃呢 其實 也都是 就是有很多因素 譬如我講 有些人 我不知道這個人 他生命是怎樣 有些人是 他在這個情緒抑鬱裡面 所以他變得容易有疾病 他容易是 身體有很多毛病 在他周圍的人 當然覺得不開心 但是他自己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他的問題 有時候是他的問題 有時候不是的 還有當他發生之後 就是我剛才講的意思 有時候是因為他沒有照顧身體 還有他發生之後 他是不是依靠神呢 有些人他發生之後 因為他不認識聖經 他沒有深信 就算一個有病的人 在神的心靈都有奇遙計劃 他不認識這個 於是他會埋怨 他會小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 更加進入一個更低的層次 因為他有很多煩惱 很多不開心 而我們背著別人的煩惱 我們都會進入一個低的層次 我們應該關心別人 不過不是背著別人 因為我們不能夠背負別人的重膽 只有耶穌才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是 看到他的情況 我們關心他幫助他 但是我們都是一個輕省的心 不能夠 哎呀我看到他 我真的天天都很辛苦 我天天都不開心 哎呀信耶穌變成這樣 他不是信耶穌變成這樣 是有很多因素造成這樣 嗯 那也都這個觀念 就是說我管理好 我整個生命 叫我全個生命蒙福 這個觀念是 不是很多人有的 就是我聽不同的講道 我聽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都是 就是他會提醒人 你遵從神 但是他沒有講到 我們遵從神 可以進入神完美計劃 而沒有遵從神的時候 是會 是越來越租高的 就是 會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生命更大的破壞 是那個 另一方面就是跟從神的福氣 但是另一方面 是沒有跟從神所帶來的破壞 是這件事我少聽到的 我少聽到 變成了 就是覺得很多人 他不知道罪的可怕性 就是我自己以前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我悔改就可以了 神社面 但是沒有想到 當我們在最終 是會破壞神 這個完美計劃 是會 失去了神 本來想給我們的 很大的恩典 所以這個觀念 都是希望大家 藏在心中 就是神 你保守我 有些人 都不自覺地 被情緒影響 被罪影響 被人影響 他就不知道 他現在被這些拖下 他 一直拖下 他 令他跟神的計劃 越來越離開 那也有很多基徒是怎樣呢 他是 因為他沒有想到神的計劃 所以他只是覺得 我回教會已經很好 我信耶穌 我又有奉獻 我又回教會 我在教會 都有一些事奉 我已經很乖的了 的確是的 那給教會的人 是很乖的 但是呢 如果講到神的完美計劃 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 可以有幾大發揮 你問他 你在神裡面有幾大發揮 他可能就是說 我也有做些少事的 因為耶穌 但是 是沒有想到我 最大的發揮 就是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神有個很完美計劃 當我們走完神的路 那個生命發揮是很大的 也都蒙神很大的祝福 當人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他是會 哇 我真是尋求神的心意 對我最好最好的 我整個生命就會提升了 那我希望大家呢 今天 看到這個經文就是說 神有個這麼好的計劃 為我預備了 有這麼多好的意念 我就很想入神這個完美計劃 我盡量不要讓任何的 拖我離開這些不好的 就是離開神這個完美的計劃 有沒有人想回應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這種心態進入神最完美計劃 這種心態 還有深信神一定會祝福保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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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時開了牌 那你這個 你有沒有些什麼心得 請問 OK 首先我想說 ABC就不是好像 我有A 我去做這個事 逢B 那個事逢不是這個意思的 我所說的 ABC 就是說 最聽神話的 就是 真是很跟貼神的話 就進入A計劃 最完美計劃 然後呢 沒有那麼聽神話 就下B 一直下C 就是我講到一個最完美 和一個次完美的計劃 那你才講到 就是說 我眼前有幾樣東西 我怎麼選呢 這樣 這個是另一個 是一個 就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我就會這樣 回應人的 我們怎麼尋求神完美計劃呢 基本上就是 深信神有一個很完美計劃 是很好的 我呢 就首先親近神 因為一定要親近神 才能進入這個計劃 我親近神 從神得力 深信神的應許 觸實神的話語 真是把神的話語 記在心中 並且全然的應用 全然的應用怎麼樣呢 就像我所講的很多經文 你發覺我 很多時候都會提到一些經文 我會心裡面呢 深深藏著這些經文 並且我很想我整個生命都跟到這些 經文所應許的 這個計劃 我很想入到這個完美計劃 那就是 當我有這個心的時候呢 親近神啦 那我們眼前有的侍奉 還有呢 眼前有的訓練 我們就珍惜了 就是當我們看到一些好的基督徒 好的訓練 好的牧者 我們就珍惜了 就是我們可以在他身上學習 並且我們怎樣應用出來 那我們珍惜的時候呢 珍惜有學習的機會 或者訓練的機會 然後珍惜有事奉的機會 那有時候我就會這樣說的 我們眼前有的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就試做 不用一定說 要找到最完美的一個 只要我們肯試做第一步 到第一步的時候呢 神就開始帶領我們進入第二步了 可能譬如說 我們首先關心一下教堂裡面的人 幫助他們清楚得救 又幫助他們 愛耶穌 親近耶穌 幫助他們的生命 那這樣幫助他們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成長的 就是我們更加有智慧幫助人 好了 後來呢 神就給我們有機會 可能譬如去教主一學 或者我們教導一些在我們周圍的人 然後呢 神可能又為我們開路 可以有機會去宣教 或者是參與一些事工 讓我們更加提升 就是我們神會放這些東西 在我們眼前的 只要我們開始做可以做的事情 那至於你說 那我有幾條路選擇 我選擇什麼呢 那這個呢 就我們問神 還有呢 就分辨一下哪一種是神給我 最大的託父和恩賜 因為每個人的恩賜不同的 我們不能夠假裝自己是別人的 就是 就是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譬如音樂的恩賜有些不同的 言語的恩賜是每個人不同的 計劃也策劃的恩賜每個人不同的 那我們呢 就 在這些不同的方面 我們就去看看 到底哪些事奉是最適合我的 是我心裡最大發揮的 而我也都會說 很重要就是 我們這些事奉 是不是跟大使命掛勾 任何的事奉 即使做歡迎的那個 都 經常都在想 我怎樣可以幫那些人 來到這個教會呢 都認識神 跟從神 走神的路 這樣呢 他就即使 做招呼的時候 招待的時候呢 他都能夠建立人的生命 或者他是做 就是 搬搬台台的 那麼他一方面 開心搬台 第二方面呢 他見到人呢 他都會問候他 關心他 那麼他在那裡 一路事奉的時候 都會建立到人的靈命 所以我自己經常覺得 所有事奉應該 跟大使命掛勾的 譬如 譬如做敬拜隊 唱師班 不要想著唱歌 而是我們 唱的時候 讓人看到我們 從神裡面有的喜樂 神看到我們的生命 並且我們下了台之後 依然呢 是這麼關心人的 那麼人家就會 感受到我們的 那種親近神 或者我們帶敬拜的時候呢 都用一些說話 給人看到 就是一路帶領的時候 例如我自己帶領 你可以聽回我的敬拜的詩歌 我都很多時候呢 就會幫助人 啊耶穌你真是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歡迎你來 耶穌你來我們當中呢 感動我們呢 改變我們呢 就是我從心底處 那種真誠 去親近神 那這樣東西 都會影響人的 當我們有這個生命的時候 自然呢 神就會帶領我們 怎樣走下一步的了 就是 怎樣走下一步呢 並不難的 只是我們 聽話 神就會給我們 足夠的智慧 和帶領的 OK 我有沒有答到你的問題 因為這個每個人不同 就是 我們預見的不同 不能夠 一概而論 一定是做什麼的 這個是 我們需要自己尋找 因為神也會跟我們說話的 OK 有沒有回答到 明白 嗯 謝謝 好 好 OK 那我最想就是大家都第一方面 我們 這次看這個經文 讓我們第一次看到 原來神在我們生命有計劃 所以我要發揮 那我們 我們 建立人的靈命 因為我們主題是 建立人的靈命 我們都 時時說給人聽 神有個奇妙計劃 在你生命中 他會做很偉大的事 他會祝福你 你可以 越來越被神使用 如果我們的生命都是這樣 我們的表現 和我們的言語 就會令到人都渴望 進入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本身 必然是 深信這個計劃 活在這個計劃 然後我們才能夠幫到人 進入這個計劃 不只是教導 是我們活出這個計劃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葉牧師 有些我不是很明白 比如說 剛才你說ABC那個計劃 但是 有些譬如說 有些姊妹 她是 她有神靠神 有聽神的話 要祝福神 要敬拜神 經常親近神 還有全福音 接國子 但是好像前幾天 有個姊妹說 她說 教會有些 或者牧者或者祖長 或者有些肢體要投訴她 好像 她都是 這樣 是不是 可不可以用到 神的計劃 或者是哪一個計劃來 如果她不是 就是教會 遲逢 她就是有其他的恩賜 不是教會 譬如說 全福音接國子 其他 她都覺得很好 但是就是有些 是教會 好像卡住那樣 好像前幾天 有個姊妹這樣分享 你說教會 不太接入她 是啊 好像前幾天 有個姊妹 教會 有些投訴 好像那個關係 又不是很好 但是她又可以 全福音接國子 又可以 敬拜神 或者願意 宣服神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用到神的計劃呢 如果這樣的 滲透 是的 OK 好 我回應這件事 當我們入神的計劃 不代表我們周圍的人 全部都認同的 因為呢 有時候 有些教會 本身是 就是他們 那些人的靈命 都不是很提升的時候 有時候 未必認同我們 也都本身 我們跟人交往 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 他就很熱心 不過呢 他就好像覺得 全世界都不行 所以他的態度 就會 人家覺得他好像 有點驕傲 那我想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我們有沒有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那些人 跟我們的關係不好 如果有時候是 有些 教會 他們真的 是很 他們的 很多東西是卡住的 靈命上是卡住的 那些人呢 是 賣主 很多時候都紛爭 之類的 那 我們分辨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學習 不要給它影響 如果給它影響呢 我們自己就給它拖低 譬如在我事奉裡面 我也有遇到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人 那 那些人不好 不代表我 就受影響的嘛 我可以學習 不給它影響 就算它不認同 只要我 我醒察我的生命 我是不是跟從神的路 我跟從神的路 我就不給它影響了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決意 走在神的路 而不受人影響 總之神的計劃 不是代表我們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是沒有困難的 其實這件事 我們一定有困難的 但是呢 我們就不給這個困難影響了 大家拿不拿到意思了 就是完美計劃 不是代表說 就是 一切 風平浪靜 好 樣樣都很好 這樣 不是一定的 有時候是 是會一樣有困難 不過困難是有益處的 就是我自己都遭遇了很多困難 但是那些困難就幫到我 建立到這個輕鬆得勝 怎樣處理生命 被人影響 這個就是我在困難中 學到的東西 就好像藥室 他也在困難中學到它 不給他的波影響它 而他是親近神得利 所以他整個生命 雖然他去到埃及地 他依然是滿有神的同在 因為他時時親近神 他不給他的歌影響 不會因為那些歌這樣對他 他就一直很煩惱了 而是他會很持續信靠神 一定會做好事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無論我發生什麼事 我都信靠神 一定會在我心目中做好的事 他有個奇妙計劃 所以多少人害我都好 對我不好 我都不用受影響的 當然我們自己反省 我們生命又沒有破口 所以那些人會針對我們 我們都跟人相處 是要小心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葉牧師你剛才說到那裡 就是不受人影響 其實有些情況 真的有些人說一些話 或者那個小圈子 那些關係 那些鬧鬧鬧鬧鬧的事情 是令到你會沒有了喜樂 雖然你是堅持說 神一定祝福我 神一定會開路 什麼 但是你自己的喜樂會慢慢減少了 我們一定要保持 喜樂哪裡來呢 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愛 和親近神有喜樂 人可以帶給我們喜樂 但是人不能夠給我們長久的喜樂 就是跟人相處 有開心的 是會給我們有喜樂 但是我們的喜樂是不在乎 不是建基於人的 我們是建基於神的 那就是 還有呢 我們需要分辨的 因為呢 的而且確有很多基督徒 是他的生命 是很多問題的 我們會時時遇到這些人 我們就分辨 當這個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是決意會給他影響的 就是我覺得不值得給他影響 我是會分辨 就是譬如有些人 我聽他說話 非常粗魯 很不理人的感覺 我一知道的時候 我不代表我對他不好 我一樣對他好 不過我已經知道 我不要計較他說的話 我已經分辨了他的生命 就是分辨不是代表判斷 就是我不是說你沒有希望 但是我會分辨到他的生命有問題 就是我不會依靠他 我不會我的喜樂依靠他 我不會我的事奉依靠他 我只是說這個人需要幫助 我想一下什麼方法幫助他 這個分辨就令到我們不受人影響了 我沒有回答你了 這個其實都是很多的智慧 就是怎樣跟一些難相處的人相處呢? 但是耶穆斯你剛才說的 這個姊妹問的問題都是 就是有些是我想問的 你說可以分辨到 但是就是神給智慧了 你分辨到了 就是教會那些有時候 其實三途主義覺得你要聽起的 但是神是代理的不是這樣 他覺得神都叫你聽人的 就是他跟神是相反的 聽人 你再說這句我聽不清楚 你說什麼?神要我們什麼? 他意思是說神叫我們 就是不單是說服神 都要說服人 都要聽人的 他覺得這樣你都要聽起的 就是他講的什麼呢? 你都要照我的意思 就是不要理會其他的事情 好像跟著人這樣不舒服 我們覺得是不平安 我們認識不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不算服氣的意思 那些人就不給你好面識 或者有那些好像山途主義那些 你不聽起來的 都有一些排斥你 在教會裡面 真的有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你說怎麼不會受影響呢? 你每個星期都會去 要回主日的嘛 都知道是合主的生意嘛 但是有時候呢 總是有些人呢 他有這些想法 但是他自己覺得是對的 你又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神又沒有開出了 但是會想到這些呢 不斷地在教會裡面發生 都不太好 譬如說紛爭忌讀 不聽起來的 他都覺得 真的不對 真的都會有些少少排斥 或者怎麼樣 你要聽起來的就 按起來的心 按起來的意就沒事了 但是我覺得 因為教會呢 應該是聽主耶穌 主耶穌作主 就很多東西都會沒有問題 應應而解呀 那些問題 有時候很多東西呢 都是人的問題出來的 他自己覺得是對的 你要點點點 哎 這些呢 你明明知道是不斷地發生 但是又不想呢 受其影響 又想連條像 全真像格子呀 在教會裡面 因為都會撞到嘛 這些怎麼處理呢 如果譬如說 這些有些 有些少少卡索啊 OK 你所說的情況就是說 在教會裡面有些人呢 是 有不同的問題 是啊 這些問題呢 是的 是的 那我想說呢 人的問題有不同級數的 有些人是 他是無知 所以他有問題 有些人呢 是 他已經養成一種 很自我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分辨的 大家等一等 我現在轉 大家聽不聽我說話這裡 聽不聽到 聽到 聽到 是 我現在轉了第二個咪 我轉了第二個咪 那呢 就 即是我們總會遇到不同的人 有些人呢 他的靈命是 即是軟弱 但有些人呢 是 他很肝硬的 那 兩種情況的 有些人呢 就是 他是無知 所以他會這樣 看一看 看一看 是 大家聽不聽到啊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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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即是呢 我們分辨了 如果有些人是他軟弱 那我們呢 就 不給他影響啦 那呢 有些人 即是軟弱 我們都想想怎麼幫他 但有些人是很肝硬的 即是他在神裡面呢 他的生命呢 是很肝硬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分辨了 這個人 我是否繼續受他影響呢 他是 即是 有些人真的會 違背神的心意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的 那 譬如有些人說不是 那他不過呢 他就 很想我們順服他這樣 那我就覺得呢 是 聖經有說句話 信從神 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當他們叫我們做一些事 不順從神呢 我們是可以 不順從的 是 當那樣東西是合理的 那我們是應該順從的 但是如果 他們要求我們做的事呢 不是神的心意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需要順從的 而我都說一句說話 我講這句說話 完全是不是好像 就是 去 去 講你的教會的不好 但是如果你 發覺那個教會 整個教會 都是 沒有這個熟靈的心 會難了你的 你的生命的成長 和進入神的計劃 你是 你自己為自己 衡量 分辨 分辨 到底我是 在這間教會 還是不是這間教會呢 這個是每個教徒 都可以有的 權利來的 如果那個教會是 完全不接納他 沒有給他機會 只是壓制他 這樣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衡量 怎樣去 就是 在什麼教會 他會更加適合 好像我自己來說 那樣 就是我聖靈充滿 我 神也都給我 不讓不同的恩賜 怎麼去侍奉 那如果有人想跟我合作 我一定會分辨這個人 和我合作的時候 到底我是不是 能夠發揮 還是難了 如果難了 我不會和他合作 這個是我可以選擇的 但是我不是叫你們 離開你的教會 你盡量去協調 盡量去對他好 但是如果真的有時候 他們完全不肯跟從神的時候 你就問神 最好問神 不是問人 問神 神啊 你想我怎樣呢 那我想說 就是我 我又不是在做 我不是 就是我主要工作 不是木會 我不是叫你們 好像不是叫人 離開你的教會 只是說 你尋找神給你的心意 在哪個教會 你最能夠 適合你 能夠發揮 最重要是發揮 你的生命 讓你見主面的時候 神是喜悦的 OK 那 我們主要就是講到 我們自己入神的計劃 任何人怎樣說話都好 我們都不需要給他影響 而我們怎樣行神的計劃 也都幫人 建立人的靈命的時候 幫人進入這個計劃 就是 好幾個人問的問題 都是跟人有關 那我們就分辨了 就是說 有些人有些問題 我應該怎樣處理呢 那我自己就說 不值得因為任何一個人而失去神完美計劃 因為神完美計劃是我們生命中最好的東西來的 是神已經寫了的 神是想我們大大提升進入這個計劃的 比如這樣我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他真的被呼召去侍奉 但有些人勸他 甚至是他的丈夫太太 你不行的 你做侍奉不行的 你不可以去做傳道的 那我就會說 甚至是太太丈夫 去難阻 如果他真的這個人真的適合做的時候 他都需要跟他的太太丈夫去溝通 不是叫你跟他衝突 是溝通 我怎樣去 就是大家都能夠同心 能夠他都認同我們的侍奉 就是不要因為丈夫太太反對 我們就說他反對 那我也不做了 而是說我想行神完美計劃 而神完美計劃 未必個個都是做傳道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崗位 不過在什麼崗位都好 神都會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的靈命 去傳人福音的 有時候未必是一個公司 有時候有些公司沒有機會傳福音的 不過總之整個生命都是會榮耀神 是奉神 OK 那我們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重要的問題想問 沒有 我們現在一起祈禱 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因為神你有恩典慈愛 你很愛我們 你有個奇妙計劃 已經一早寫在天上的策子上 我們感謝你 真的你已經為我們塑造這個完美的計劃 已經寫了這個很完美的計劃 但很多人是進不了這個完美計劃 很多人是進了一個 很多煩惱 很多人的問題 很多失敗 很多不開心 被人影響 這些問題裡面 求主幫助我們分辨到這些問題 是因為人的罪 因為我們的情緒 而影響我們 是魔鬼很想使用來破壞神的計劃 求主幫助我們進入神完美計劃 聽完神的話 遵從神 愛神 倚靠神 服侍神 神一定歡喜神 一定祝福的 我們這個計劃是 我們不值得因為任何一個人而失去的 因為這個計劃實在太好了 當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提升 整個生命就會越來越進入一個更加完美的狀況 求主私恩祝福我們走在神的完美計劃之中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幫助我們輕輕鬆鬆做人 放下煩惱 放下重擔 放下人的影響 我們就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人不能夠拿走神的計劃的 人的說話不能夠搶走神的祝福的 我們就依靠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由主的聖靈釋放我們的心靈 叫我們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耶穌多謝你 我願意獻上整個生命 全現的獻上 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不讓人影響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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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大家都可以呼叫耶穌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歡迎耶穌 我們的心開放的時候 神的靈都會進入我們裡面更新我們的 Hallelujah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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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主帮助我们献上我们整个人 让我们进入神完美计划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赏归归天父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 我们开开心心进入神的计划 我们都分辨到一些人对我们负面影响 我们不需要介意 不需要放弃心上 就算有人刻意伤害我们 我们不需要去反复思想 我们只是说不要紧 神会保守我们的 我听神的话 不需要反复思想 这些人不好的地方 我们只是想着祝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